新鮮干貝 嗨 大家好 我是Airene 今天要教大家做什麼呢 今天要教大家要非常簡單的蒸烤爐料理 我們就來做我們的清蒸干貝花椰菜 那非常簡單的材料 我們就準備花椰菜 綠花椰菜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干貝 然後還有我們的少許的鹽跟少許的水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動手做囉 首先我們先把花椰菜放進去 然後接著我們也把我們的干貝放進去 然後加上少許的水 少許的鹽 讓它調味 蓋上鍋子 好 我們剛剛已經把蒸烤爐預熱十分鐘了 我們現在可以把我們的材料放進去 接著設定烹飪時間為十分鐘 這樣即可 我們把我們的花椰菜蒸出來之後呢 有了干貝的這個汁 我們把它倒到炒鍋裡面 我們來把它勾芡 你看我們剛好有這個干貝的這個汁 會非常的清香 然後剛好有花椰菜它會收復這個醬汁 好囉 現在水滾了 我們就可以加少許的這個太白粉水勾芡 勾芡就讓它濃汁可以讓這個花椰菜吸收 好 我們這樣就可以盛盤囉 所以今天很快就我們的蒸烤爐完成了這一套 清蒸我們的干貝花椰菜 Cooking Love 分享愛 BEST 義大利時尚厨店